头条有心无理 八爷正家隐造四爷强劲 疯了疯了疯了 疯了乱了乱了乱了 昨天的娱乐圈 整可谓是风起云涌 变幻莫测 一个个随缘的明星 都选择在13号 扎低的秀文爱 先有吴七龙 刘诗诗公布恋情 对杨立刘凯威 声部风讯 再仔细一搜 奖心叶祖希 叶来偷热闹 闹成这样 让昨天八爷正家隐 出的20年的情侦 即发布会完全失焦 没人关心她 如今唱功到底咋地 大家只在她耳边重复着 若曦最后还是跟了老四 若曦最后还是跟了老四 若曦最后还是跟了老四哦 刘诗诗公布恋情 跟这个呢 其实我是刚刚才知道 我在我们的 微信的群训里面 我恭喜他们 祝福他们 叫他们请吃饭 这边好像有点赞 就是那个四爷 这些事情有错别照 是齐龙 齐龙对几个人都蛮照顾 大家问一下 专辑的 专辑的吧 我说这些事情发布会啊 八爷你抽到20年 发张纪念专辑 其实原本是挺大的一事啊 但奈何时间选的不对 让四爷与若曦 抢在了前头 这也不能怪小编偏心啊 不过和那边的 三明补2的剧组比起来 才能够幸福多了 人家刘亦飞都以下饭上 冲导演过去咖啡了 但怎奈这样 都没人过问 你这也只能怪 神行姐姐 没和四爷与若曦 搞好关系了 不然大家也不能 一个劲地拉着柳妍 和服务下 问个不停啊 我可能我比较带入剧情 就感觉到 就是跟电影 跟那个电视剧里面差不多 我看到了之后 我也蛮讶异的 但是我不敢微信去问她 但是我会稍后给她祝福 今天会到横店吗 我会给大家看 我希望你希望她们 再也请你 帮助我